大家好,我是學長 我現在所在位置SHH 2018年的現場 那今年萬寶榮 Minova錶場160週年 旗下的三大系列都有全新的錶款推出 其中Time Worker系列 從去年開始跟拉利斯結合 推出了更加現代更加動感的風格的系列 今年它也不例外 那很多新全新的錶款都非常疑人 那我手上這一款呢 它的特色在於說 第一個它是當然經典的三元氣死馬錶 但是它的面盤風格呢 跟它的設計會讓人勾勒起 這個著名的寶榮劉曼的這個萬錶的這個風格 那當然這個熊貓眼這種黑色氣死的錶盤 跟這種帶有一點米色的白色面盤 這種對比本來就是計時馬錶 非常吸引人的一種樣式 那再加上說它非常立體的指標 數字指標、棒形指標 跟閃耀的指針 讓這一款計時馬錶看起來其實非常經典 非常耐看 那計時馬錶它除了計時的功能之外 在最外圍的部分當然還有這個計時賽車錶 經常出現的這種所謂的這個測速儀的錶圈 那你只要對照單公里行駛的速度 然後再加上它的這個計時馬錶的使用呢 你就可以用來測量它每公里所行駛的速度 比如說我跑了一公里 按下來這個計時秒針 對照它大概就是145公里左右 這是計時馬錶的搭配測速儀的使用方式 那你再按一次它又繼續行走 再按一次歸零 在手感上其實相當的不錯 那這一次蠻特別的是它搭載的是 早期這種飛行錶風格的這種包覆式的錶帶 那讓這整個賽車錶看起來呢 就更加的粗獷豪邁 那它的定價其實還蠻吸引人 定價是在台幣18萬多一點點 那以這張萬寶龍的計時馬錶 經典的風格再加上它獨有的這個錶帶的設計 這個價位其實也還蠻令人 蠻有吸引力的 這是SRI 2018 年萬寶龍全新推出的 Time Work計時馬錶推薦給大家